台東阿美族的男子陳久明 在四十年前被遠洋漁船丟包在西班牙的小島 原本他在二零二零年的農曆春節就要回台灣了 但是無奈新冠疫情爆發 回台之路又往後延宕 而最新消息是陳久明表示 等到西班牙的疫情解封 他就會帶著孩子返鄉 現年五十七歲的陳久明 十七歲時和父親當遠洋漁工 他和父親吵架之後下船喝醉 醒來時漁船已經離開 他因為沒有政見的關係無法返台 就決定留在島上謀生 還認識了當地的女子生了七個孩子 十年前陳久明在西班牙遇到台東的同鄉 讓他燃起了返鄉的希望 在台灣的相關人士幫助之下 現在已經辦好了相關的文件 等到疫情趨緩就會返回台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謝謝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